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杀人哦 是吗 范先生 我只求一个道理 其他没什么 今天来是来讲道理的 他要过生日 因为40岁我们那边是不过生日的 那后来我就出去了 出去了又刚好一个朋友请我吃晚饭 我就没回来也忘记了 那回来他就找我炒 那我不跟他炒 是不是 又是把我炒 后来呢 后来就也没怎么样 他给我炒 我都不跟他炒 到了第三天 那个我房子装修 去取钱 一看他跟我讲 他说 那没钱了 我说奇怪 我20多万在里面 我没钱了 他还七毛 七毛 我说奇怪 后来他都被人家转走了 我待会就回来问他 我说你把钱转走了 是啊 是我的钱 你怎么样 那我 本来装修房子叫钱 是不是 讲的话又不好听 那我肯定是就 一巴掌就打过去 那我一巴掌打过去 我打一下 他起码打你三下 四下 五下 不是你走 我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就是 他可能这样 态度不好的话 就会使得你立刻想到 去把他的钱给转走 因为这个钱 不是他一个人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两个人 共同创业来的 可是为什么 首先想到的是去转钱呢 因为我卡里面没钱 我叫他给我转一点钱 我那个时候就在尊重他 如果说你 你转走 比如说一小部分 我们还能理解 但他所说的是 二十多万 你只给他留下了七毛五 我的意思就是 在你手上那么多钱可以 为什么不能在我手上呢 但是认识你是这样想的吗 钱转走 我当时的情况下 因为不止那二十多万 所以无所谓 但是他讲的话不好听 第二个 你才给我朱晨干两年 我干了八年 我老年 你前妻 干了五年 我儿子干了三年 他的胆子就这么大 你说 现在不要这样子讲 如果这样子讲 这个事情就讲不完了 二十多万是干什么用呢 后来这个 因为他身上没钱了 不是全部被我转走了吗 这一笔财 就是家里刚好在搞装修 是不是 好 这些材料钱 全部是这个钱 这个钱里面的 这个里面有一笔钱 是被我儿子做生意亏掉了 我儿子刚好亏掉十万 我有算 就没有再亏了 我也不给他钱了 我生气了 我生我儿子的 去不生他的钱 对对对 十八万多 我算得到的就是十八万 他儿子开店的 这个开店的钱 他从来不跟我讲的 去开店也不跟我讲的 钱到他手上就不会出来 到他手上你不放心吗 不会出来 下面的老板 他说 老范啊 你的钱啊 要注意啊 不然你的钱 保证被你这个老婆捡走 09年这一次以后 你觉得你跟这个 就是这样子 老范活得幸福吗 过得开心吗 我不是很好 好像更不放心 新闻 请出离